各位同學們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講新聞直播敘事這樣一個課程 這是我們放在所謂的新媒體實用專題 這個雖然網路的新科技基本上有一個大方向 就像我這樣子直播 而這個直播是透過個人隨身可以使用的工具就可以完成的 透過網路傳統的那一套很大很大 以前那個什麼記得那個車子很大的直播轉播車現在不需要網路手機 當然我們從沒材料這個問題逐漸轉到播導編導 整個新聞的呈現的過程我們有能力去導播去播字 當然是網路狀況下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就是在跟你呈現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範例我們就是要學這個東西 那你現在看的這個東西其實是用PowerPoint在做背景的 比方說我隨時都可以給你換另外一張PowerPoint有沒有 這時候你就會看到 換出來了對 哇是這樣子 那你當然也可以說長得也不怎麼樣不想看我 當然這是一個敘事的 你是主持人對不對 你是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 你要一直講一直講 那你一邊講一邊變換你的畫面 那比方說你也可能到一個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你開始要播什麼呢 我現在速度很慢 你要是練習9應該會很快 基本上就會比較順 比方說你可以看這個 沒有 講新聞嘛 你在播新聞嘛 那你講完講完現在 我們開始來看影片 可不可以 你現在看影片播影片 這個真的是有聲音的喔 我沒有騙你喔 我把聲音弄出來給你聽喔 我把聲音弄出來給你聽喔 我把聲音弄出來給你聽 我把聲音弄出來給你聽 有沒有 就是我們直接可以把那個 我們直接可以把那個 我們直接可以把那個 先讓你聽一下聲音 我們就是直接把YouTube的聲音 跟就是有時候我們很多東西拍完了 上傳到YouTube 真的不用SNG車了 上傳弄去就可以了 那不但這樣不夠呢 我們還可以說明喔 這是什麼什麼什麼東西有沒有 就是向量圖 用向量圖 這樣說明 那你隨時隨地呢 都可以把這個 好 各位同學好 我們現在呢 現在剛才沒有關錯了 導播錯誤喔 這個你要 各種技巧你要控制得很熟啦 那當然首先各種媒材 你可以看到我們各種媒體材料 通通進來的 喔這個播播播播網的對不對 那你說好 我現在不要看那個什麼 我現在基本上呢不想看那個 不想看YouTube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我們新的什麼東西 各位看這個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什麼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影片 我只是專一個 怎麼進來我就不教了 這個是舊版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是 然後呢 這個是舊版 我們現在 好沒關係 現在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照片 你看啊 你把它縮小之後加框那個 對 或者那個影片 縮小後要加框 我想要回到最原始的這個狀況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現在是個舊版 把他關掉 又回到最原始的這個 又回到最原始的這個部分 對啊 又回到最原始的這個部分 那你就可以再跳回去 再跳回去 這個 中間是一個各種操作的過程 那核心是 我們就像核心是這樣子 所以網路的新科技 媒體的新科技 我們從 媒體新聞報導來源 除了一個記者 是萬能的 要會拍 要會寫 還要能夠後製 但是以前呢 導播不是你處理的 現在我們記者 連導播都要自己來導播 像我現在就是這樣 什麼導播 一個敘事要怎麼被呈現 而且這個呈現是什麼 多媒體 各位看到 跨媒體 多媒體多餘的整合 你其實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的網路新聞 是以這樣子的形式來呈現 這不只是新聞 這個是一個所謂 個人 播導 敘事 跨媒財 多媒體 那其實 各位注意到Discord 你如果這邊是用Discord 你這邊如果是用Discord 就變成什麼 對話 有沒有 現場採訪 對話 甚至互動 那所有的功能都能給加進來 就是我們這一堂課 所謂的 傳播新科技的專題 我們核心透過新聞直播敘事 來把所有的新科技加在一起 你說新科技有多新 你未必很新 好像這是我用OBS OBS可能很多人知道 但就是各種功能 主要是各種媒材 文字圖像 影音各種媒材 以前的攝取後製 現在要加上播導 那播導 你就要有文本的概念 老三角形的文本 那個開始 中間結束的文本 文本的結構 加上敘事 加上你個人播導的能力 這時候你個人 也是主播的 主播是這麼念稿 不是花瓶念稿 你還要有控制 就是媒材出現轉換的能力 那個就會是讓大概理解 我們整堂課是要學什麼 一個這樣的狀況 大概就會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講到這邊 希望這一堂課 如果你有修導的話 我們能夠在這方面 把概念技術 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好 那謝謝各位